淘寶 來桃園陳先生 桃園陳先生 嗨你好 桃園陳先生你好 來安安幾歲哪裡人 嗯 44歲桃園人 44歲桃園的網友 好來 要說什麼 我跟大家论述有点比较不一样 我必须要先跟大家讲一个 就是李敖在20年前出的一本书 叫做李登辉的真面目 李登辉的真面目 里面有说李登辉在日剧时代的时候 他皇民化改名成眼里正男 然后去日本读书 回来之后日剧时代结束了 然后就是国民党来台湾 他就开始相信共产党 所以他变成台湾的共产党地下党员 然后在白色恐怖的时候被抓起来 然后他在监狱里面出卖他的共产党的同志 之后被美国的CIA吸收 到美国去读康乃尔大学 从美国回来之后 那本书 对他就被放到蒋经国的身边当美国间谍 所以其实在台湾变成台独的时段上面 其实美国在帮台独做了很多事情 绝对不是像他讲的说我们是模糊 就是我们没有支持台独 其实他们其实是最 就是台独最坚定的力量 其实他们就是幕后在推动台独的一个推手 你说美国 对 在朱高正 朱高正在上 以前在上节目的时候他就有说过 他当初创党的时候是没有人支持台独的 只有基督教长老教会 他们在里面他们坚持要把台独放在台独的党纲 就是台湾民进党的党纲里面 之后民进党的党纲里面才一直有台独这个 就是台独的那个台独党纲 朱高正创党的时候没有人支持台独 那个时候 对 对他们其实他们创党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是有有比较像是 像是社会社会党 左派 那种性质的就是都做学运啊 左派的 对对对左派的 但是就是就是 就是美国他们坚持在 在那个基督教长老教会在坚持 把台独港纲放在放在那个 就是民进党的党纲里面 嗯嗯 那再来就是再来我就是必须要讲 朱立伦他早在好几年前结果就被 维基解密揭秘成美国的间谍 嗯 他在他在那个维基解密 甚至甚至很详续详述他他对 对那个就是AIT做的那个报告 嗯 他去他去他去报告说他们 国民党里面的那些高层 他们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人 怎样怎么样的人这样 嗯 嗯 然后其实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 民进党他本身他从他从一个原本是一个 社会社会社会的党就是类似 社会主义的党慢慢演变成一个台台独的党 嗯 其实就是背后就是有就是有美国力量 嗯 那国民党为什么从以前一直烂烂烂到现在 就是因为他他们里面太多的美国间谍 嗯 美国间谍 他们其实很很多的 其实朱立伦跟李登辉只是国民党里面的 被发现的美国间谍 嗯 人家说你当你在一个房子里面看到一只蟑螂 嗯 这只房子里面就有至少100只蟑螂 嗯 所以说其实只是大蟑螂小蟑螂而已 嗯 所以为什么为什么现在台湾人这么这么讨厌 国民党跟民进党 就是因为国民党大家也不支持的原因 是因为里面太多蟑螂了 嗯 你不能够 你你你在你在出来 你在做生意你在卖粥 结果里面放了里面放了一堆老鼠屎 嗯 然后你的粥卖不出去 嗯 然后你再跟你再跟人家讲说 你再跟人家讲说 哎为什么大家都不买我的粥 嗯 是因为国民党 国民党里面太多人已经不相信他们原本的三民主义了 嗯 那他他要怎么去说服人民说 要去支持国民党呢 嗯 然后其实台湾现在早就已经不是蓝绿对决了 其实台湾就是一个 其实蓝跟绿都是都是美国的那个啊 美国的傀儡啊 嗯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美国 美国其实他们他们操作台湾台湾的台独 就就像就像有一个 造姓造姓主持人啊 他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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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那个 就是主持主持那个主持节目的时候 他就他就他就在那边讲说 哎我支持一国两制啊 嗯 但是但是大陆大陆他们有新疆种族灭绝哎 那你还要支持你还你还要做台你要你要统一吗 哎 造姓主持人有这样讲吗 他们虽然没有这样讲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在暗示说 哎你看那个反送中 反送中他们都都用那个就是军人去镇压 嗯 然后什么哎你要释放 你要释放黎智英啊 因为黎智英他是他是言论自由啊 嗯 他们都是用这种论调在在洗台湾人的脑 其实不只是民进党在洗台湾人的脑 其实国民党在洗台湾人的脑 嗯 但是你知道你知道实际你实际有有有跟台 跟大陆接触你有经经常往来谈 中国大陆的话 你就不会相信他们讲的话啊 嗯 所以你就会 你你会讨厌 讨厌国民党的这些人 更胜于民进党你知道吗 嗯哼 对啊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 其实并不是国民党什么失去了 失去了什么什么他们的理念什么的 而是国民党早就已经不是原本的国民党了 早就已经不是蒋经国那个时候的国民党了啊 嗯 他们其实早就已经被 就上层已经都被美国间谍给控制了 那他怎么还是一个国民党呢 嗯 对啊 朱立伦不管怎么选他背后有美国支持他怎么可能不当国不当党主席呢 嗯 没有没有朱立伦当党主席怎么会有蔡英文当总统呢 嗯嗯嗯 对啊这就是很很简单的逻辑 朱立伦在promote promote蔡英文当总统啊 所以其实台湾台湾现况让我一直一直联想到联想到日据时代的微满洲国跟跟跟那个那个叫什么汪精卫政权你知道吗 啊汪精卫的政权啊 就是其实现在台湾已经被美国也控制了 他只是并没有像并没有像像日据时代那样子的明显的在控制台湾 但是他给你一个投票权 但是他其实是在控制你啊 嗯 嗯 因为你怎么选都选他的人啊 嗯 他美国他有大笔的资金 他要操控台湾的媒体太简单了 嗯 对啊 对 所以说 所以说我还是坚持 我觉得台湾 最后总是要统一的话就是一定是和平的 和平的武统 啊 台湾已经不可能用 用民主制度 你是说武统开始和统结束这种概念是不是 我觉得当整个民主制度做到天怒人怨的时候 嗯 人民虽然说你投票出来的还都是一些美国间谍 或者是一些美国的傀儡 但是人民已经从心里排斥这个民主政权了 嗯 那当时候当有机会可以改变这个现状的时候 人民会很高兴的 就是所谓的家家户户秀红旗 然后欢欢喜喜阴王军这种这种心态 嗯 嗯 但是这个事情是会慢慢演进啊 嗯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 我觉得这也是习近平习大大的 习大大的那个就是他的目标 嗯 他绝对不会说我流倒不揉人 这绝对不是共产党 因为其实我有去过大陆 去大陆的时候 我有稍微去一些图书馆去看一些共产党的一些 嗯 他们的 他们之前的那些 那些历史那些 我觉得共产党他们本身他们就是以 以就是 让人让民进去接受接受共产党 他们他们不会是用武力去镇压的这种政党 那个你觉得要怎么样和平的武统 和平的武统就是 因为其实其实台湾绝对不可能用投票投出来 最后决定支持统一 嗯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嗯 因为台湾台湾的台湾的投票太容易被操控了 那怎么和平武统 和平的武统就是 就是当台湾台湾有很强烈的强烈的意志 觉得民间有很强烈的意志 要要统一的时候 嗯 到时候 到时候中国也 美国也没办法去介入台湾 那中国自然自然就会 他只要一出兵 基本上就不会遇到任何抵抗 就是那种合同开始武统结束那种概念 嗯 好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ok ok 好 对 那大概知道你的意思 好 那你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哦 嗯 嗯 就是 大家不知道 不知道了不了解就是 蔡英文他的 他的爸爸叫做蔡杰森 嗯 海霸王的那个是吧 蔡杰森 嗯 蔡杰森他在 他在 他有 他有盖一栋 盖一栋叫做热马饭店 嗯 嗯 这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说热马饭店他其实 他其实离士林关里非常的近 嗯 他甚至是进到 他是士林关里 他的路一转出来要到台北市区 嗯哼 的第一个 第一个转角 嗯 的两栋大楼 嗯 就是热马饭店 嗯哼 那这个热马饭店他他其实也离也离美国当时的美国美国美军宿舍很近 嗯哼 跟美军的美军的那个福利社也很近 所以呢 就是等于说士林关里出来他的一边是要一边往山上的他就是他就是往旁边就是美国美军宿舍跟美军的福利社 嗯哼 那他往往市区的这个方向就是热马饭店嗯哼 所以热马饭店当时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接待美军嗯的的的信招待所 那他其实他在 信招待所 是吗 嗯 他其实热马饭店其实热马饭店他的地理位置的话 他在那个时候他在那个地方盖大楼 他等于是他从他的顶楼可以随时监视到士林关底 对 所以当时蒋中正他在他在同意盖这个盖这个的盖这个热马饭店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那个绿营的绿营的那个的名嘴 他们其实是在说那是那是因为吼那是因为那个蔡杰森啊 他是他其实当初是是国民党的国民党的特务嗯 所以说蒋经果才让才让他在那边盖 盖热马饭店 但是我觉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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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由说不通 嗯 他其实他应该更是更比较像 其实应该他其实是一个美国的特务 嗯 他其实是被或者是美国人借他盖的热马饭店在监视 嗯 监视 监视蒋经果蒋经果文讲中正的士林关底 嗯嗯 对 所以说其实蔡杰森他跟美国的关系绝对不是不是人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嗯 跟美军的关系一定很复杂 嗯 这也为什么最后会是他女儿出来当总统 你这些资料是哪里来的 这些资料其实我是看看一些一些就是民进党的民进党比较偏民进党的他们他们一些人他们的的视频 他们的视频 偏民进党的 其实这是彭文正的影片 彭文正老师讲的 嗯 对 彭文正彭文正的彭文正他在去年 在在今年的今年的过年的时候 嗯 他做了一个特别节目 嗯 然后请了一些他之前上过他节目的一些 一些人一些人在他的节目里面讲 就等于是巴蔡英文的老底啊就对了 嗯 对对对对就是巴蔡英文的老底这样子 嗯 好 对对其实大家可以可以去看一下 嗯 那还有的话就是 其实我我其实我并不相信台湾的台湾的民主投票的结果 嗯 你觉得做票吗 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Jason Lee in Taiwan Jason Lee in Taiwan 嗯 对他其实他 是一个频道组是不是 对他其实他也是YouTube的频道组 但是他在他在里面就讲了一些就是选举一些可疑的 可疑的弊端啊 嗯 好 他确实很让人家质疑 这这些有些论调 你可能要看了他才看了他的影片才会了解 这样子 嗯好他之前好像上过那个休斯顿论坛 对不对 我好像有看过一集 嗯嗯 从统计学的角度吗 嗯 好 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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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解 嗯 那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啊 那个桃源 陈先生 谢谢你的那个扣印 好 谢谢谢谢 好 好 拜拜 拜拜 我来 我来谢谢 YT的斗内啊 来这个 Tmoru 很简单 问题在教育 从里东会开始这么多年洗脑教育 国民党当时不作为到现在没作为 民意只有越来越正在民进党这边 我觉得再过多十年国民党会变成台湾的一个笑话了啊 陈晓一动武就不和平了啊 再多十年了 唉 来